嗨 大家好 我是立夏 今天来拍一个开箱的视频 最近坐在这里拍视频 我就发现我身后这里空荡荡的 不好看 我就找啊找找啊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一块 网红的耐荫植物 很适合挂在这里 就是这个布教爵 它不仅非常的漂亮 还很有个性哦 它就在这个包裹里 迫不及待的想法 猜猜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就是挂起来养的植物在这里 这个包装也太简单了 就拿这个报纸稍微捕一下 看一下 没事吧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叶子是不是真的很像这个鹿的角哦 但是这个鹿角长这么小呢 这个鹿角结它其实可以长得很大的 然后很大的话把它挂在墙上 这样垂下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不过大颗的很贵 我的价位可能只能买这么大的 好在它长起来会非常的快哦 现在把它全部拆出来 这个保湿做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它的这个精神还好 之前还担心用这个报纸裹着 我会对它叶子有所损伤 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这个叶子状态还不错啊 没有一点受损 还是让我挺满意的哦 这个鹿角角它是附生植物 所以不能用普通的营养土来种 它不怎么需要戒指 因为它还会长一种包叶 也叫营养叶 这个叶片的话 它会把它黏在这个树干上面 给它生长提供营养 还有就是它需要的这个戒指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所以很多人种这个鹿角角的话 是会把它绑在一块木板上面 或者就是直接把它裹成一个裙 等到后期这个包叶把它这样包上去 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我的这一颗它现在还比较的小 所以我就直接先放在这个里 挂起来一样 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后期我还会录取拍它的养父视频 想看的话记得点关注哦